代香港人去做老闆來投資 但是很出奇 你用我的錢去投資 我問你賺多少、虧多少 全部是講不到的 問你合約的細節 你就說我跟你講營運數據 然後就對不起 你用的是英文字 你說有個master agreement 是不是什麼叫主體合約 主要是不是因為那個合約綁死了你 所以我們要求的細節 以至於一些數據 是不說出來的了 而剛才我聽到香港政府 是非常堅持 仍然留下是做大股東的 現在是52% 我們要有大的、多的議席 你是信不過你這個合資的公司 迪士尼 還是你是不是都是 被那個大的合約 是困綁住你根本走不掉呢 你當初說的話 一路會退的 減少持股量 是不成立的 你究竟是 那個念頭是怎樣 因為另外有一句又說 我們就會給壓力 加壓力給合營公司 你是不是大股東的 壓不壓力 你的權利都說你是 是有多的議席在這裏 這是你整件事的 那個哲學 是好像有些問題 好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而第二個問題 就是 剛才我聽到說 你們有的數據 就是遊客 講迪士尼的酒店等等 三晚 當中就會住一晚 我想你再講一講 我不是很明理這個數據 背景和內容 是怎樣來的 謝謝 專員 多謝小姐 我回答第一條問題 請李先生回答議員的第二條問題 那個虧損的數字 2009年之前 因為剛才也說過 我們跟迪士尼的協議關係 2009年之前的數字 我們是不可以披露 但是自從2009年 我們向立法會每一年 匯報業績的時候 其實那個虧損的數字 在我們每年的匯報裡面 都是有報告的 譬如說我們在2009年的時候 樂園當年在2009年的時候 錄得這個虧損 當年大概是13年 主席我是問他 為什麼堅持要留下來做大股東 有沒有背景可以簡單解釋 主席做大股東 是要配合香港旅遊業 包括迪士尼樂園 未來的發展 舉個例來講 如果我們在董事局 有大多數的主導權 對未來的抗建計劃 我們是可以發揮更大的 影響力 用回這個酒店來做例子 本來迪士尼樂園 他提出來的計劃 那個用地是比現在大一倍的 但是經過我們在董事會裡面 討論之後 我們覺得那個用地的效率 可以更高一些 留一些新的土地 日後作為其他發展 李三簡單 我們根據是來港住客的數字 有大部分來香港的大約是住了3.4萬 OK 好 下一位 張宇人議員 主席我想問問 其實迪士尼的貸款 跟我們特區政府的貸款的條件 有錢是否一樣 包括息口也一樣 有錢去還錢 大家一人還這麼多 就不是我們還先 直到他還 又不是他還先直到還我們 我想問問 你那個還款期 你預計了是 10年 不知道20多年 這個還款 你的預計是從 盈利出來還款 還是你是怎麼打算 當時會有錢還的 如何準備還款 主席 那個還款期 由2022年開始 第一次就是還10% 之後就是25% 30% 到2025年是35% 雙方的還款 那個速度比例都是一樣 那怎樣可以有錢還呢 相信都是要那個營運 是有盈餘 那有現金在手 才可以還錢 這個是必然的事實 但是因為過去幾年 大家也都看到 這個 海洋之下 孕育萬家 很漂亮 真的看到 都很穩 都不斷 有很多 都不斷